怪物行動遲緩 村民戀愛無感 高速小豬也已成絕版 這就是2b2t的世界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2b2t的世界 今天我們在村莊中呢 看起來還蠻Peace的 我們村莊 似乎 好像還沒有被發現 而且還有 他想回家什麼事 而且還在 我們村莊 還好好的活著 沒什麼怪物沒問題 我會把火把插一整圈 所以村莊現在應該是很亮 應該不會生怪 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我之前呢 已經稍微跟村民做了一點交易 我的綠寶石已經換到52個了 我挖一堆煤炭 然後跟鑽石直接去換 這邊黃金也可以換 其實在1.12版呢 村民是沒什麼太重要的東西要換 我們可以換的大概就是 要換什麼啊 呃... 是好像沒什麼好換 屠夫就是烤肉 幫你烤肉而已 好 沒什麼特別的 然後神職人員呢 主要是可以換到經驗值瓶 我們如果有很多綠寶石的話 經驗值就可以用噴的 直接賺經驗值也是可以 因為綠寶石到最後來說應該會是無限 因為可以無限刷 那神職人員 中介珍珠 然後可以換螢光石 這些都還好 不是很重要 這圖師後面可以換到 然後海底遺跡跟林地浮底的地圖 但是海底遺跡是1.8之後才新增的 然後林地浮底是1.11才新增的 所以是一個算是蠻新的版本 因為這伺服器版本也才到1.12喔 那...這麼早 以我這個距離呢 這個進度應該是找不到新地形 因為已經被生成過了 我們可能要跑到更遠更遠的地方 可能要十幾萬格以上 才有機會找到就是海底遺跡 或是這個林地浮底 而且找到之後還不一定是新的 所以我們以這個距離來說 應該是沒辦法去找 所以我也就不換地圖了 應該沒什麼值得要換的 那我們最重要的是這個圖書管理員 圖書管理員很少 我們好像只有兩個 所以我想說之後可能要想辦法 去刷出我們的更多的村民出來好了 這邊它這個還賣很爛的書 我們必須讓它升級 舊版的村民呢我們要換到它 每一個階段我們要換它新的東西 才會跳下一級 所以這個我們可能要想辦法讓它升級 或是呢我們可能要復書更多的村民 因為我想說這兩個圖書管理員 應該要換到修補的附魔書 可能有點難度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刷出更多更多的村民才行喔 不過這邊如果我們想要復書村莊呢 有一個問題就是我這個村莊沒有農夫 我沒有辦法讓它自動化的生長了 所以我們可能要先手動種一些食物 現在把這些田都改種成馬鈴薯 那我們就要手動給人家食物 然後先生出 呃至少要有農夫啦 至少要有一個吧 有一個農夫可以幫忙種田的話 接下來生長就可以自動化了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 呃先去挖礦 對接下來我要把村民運到隔壁去 然後做一個 無限生長的機制 我應該會把村民運到對面那邊的小島 那這邊 必須離村莊遠一點才有辦法做一個 人工村莊的生成機制 那我們要做礦車 然後我的鐵都拿去換錢了 都拿去換綠寶石了 所以要挖更多鐵了 我們這邊其實在海底有一個小小的隧道 有一個挖礦隧道啦 我們就繼續去挖一下 我們需要更多鐵跟黃金 我們要做很多的礦車喔 喔 我在挖礦的途中也找到了地牢 殭屍的喔 哇好多喔 這樣我們又可以刷腐肉了 而且生怪磚 真的召喚出來都是不會動的欸 真的不會動 野外的日子好還會動一下這個 完全不動 真的捏 真的不理我 好總之我來開箱 我現在好處就是 我的整理包包現在終於可以用了 在我上次說不能用抱怨了一下之後 他就可以用了 我們這次比較重要的 也沒有欸 命運牌帶一點回去 他真是不打我 你看我就貼那麼近 就是不打我 嗨 打我 打我 不會 生怪賺出來都是沙沙的 好總之如果我們要刷腐肉的話 這邊應該是蠻好刷的 配上我的掠奪呢 要賺綠寶石 應該也是一個好方法 有馬鈴薯欸 呃 都沒什麼好的東西 但是有一個金馬鎧 我的馬終於有東西穿了 這生怪裝呢 我稍微把它保留起來好了 這邊 它生成率 不知道為什麼還蠻高的 很容易一坨殭屍出現 而且空間其實我把它弄的小小的 但是 生蠻多的啦 我們之後要輔肉 要賺錢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 掛網的一個新選擇 總之我現在空會挖得差不多了 我該回村莊了 欸 這個殭屍87的血量 87.15 有夠多血的 砍不死的殭屍 而且這種殭屍紀念值也沒特別多 來看一下我們剛剛收集了 到底多少個鐵呢 這邊大概有三組多的鐵 一大堆 我們要做鐵軌應該很夠 超多 這裡還沒燒完 超多 三組 哇 四組 三組半 大概先來個兩組鐵軌 然後再來金的金的加速鐵軌 這我們也不用太多 我們只是想要把它運過去而已 所以稍微來一點 OK這樣應該 應該夠吧 再一個好了 應該夠 這邊我們來拐一下 這個好了 繩殖人員 繩殖人員有點多 數量有點多 我們可以帶一些過去 應該說幾乎全部都帶他們過去好了 走 上船 然後我們改成別的交通工具 改上車 走吧走吧 欸欸欸 好走走走走走 我們要從這邊出發 先把它帶到這裡來 好然後接下來是要讓它礦車擠上去 這個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嘿 好 這我們要上鐵軌 對 我看看喔 直接上 有上嗎 沒做到欸 我們要移動一下 移動一下好了 有上嗎 嗯 欸推不動 應該說不會往前 欸 欸有嗎 欸有有有有 有成功 有成功 OK成功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按鈕 按下去它就出發了 呃我們等一下前面鐵軌還沒鋪好 我們先把前面鋪好 總之第一位乘客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要準備 準備發車 但是我的鐵軌還在蓋 我們從這邊繼續蓋 這個路途有點遙遠 我們要跑到另外一個島上 三四五六七八 八個再加一個 差不多 其實應該可以更長一點 五六七八九 好 總之這邊再加 OK 然後我們要渡河 欸欸它怎麼已經上了 欸不是不是不是你 欸它怎麼自己來了 欸 你怎麼那麼心急啊 我車都還沒蓋好 你自己衝上來了 欸還在衝欸 怎麼還在動 欸欸欸它滑掉了 呵呵呵呵 怎麼那麼心急啊 哇我這樣要把它弄回軌道上 我看看啊 我怎麼把它弄回來 欸 欸 你可以 回去嗎 呵呵呵 超心急的欸 我其實它是不是不太能推車啊 我記得以前可以推車的啊 這邊舊版的村民繁殖裝飾呢 我們要蓋在高空 然後我們要讓它 在這裡 就是有一個村長的概念 要讓它停在這個方向 然後做成一個假村莊 這邊放上很多門 它就會以為 啊這邊好多村莊 然後下面的村民就會狂生 OK機制大概就這樣 這邊上面插點火把 才不會生怪去打我們的 可愛村民 接下來我們要去迎接我們的 第一位村民了 該上車該來了 他已經在這邊迫不及待 欸還在嗎 欸 啊怎麼不見了 欸欸 喔在這裡嚇我一跳 欸 怎麼一個 欸一個了一個回溯我又回來了 想說村民怎麼不見了 嚇死 還好還好 走走走 來吧來吧來吧 現在真的沒有辦法用 人工去推耶 這邊都推不過去 總之這樣 有了吧 GOGOGO 我們要去追它 GOGOGO 村民上 上上上 衝上去衝上去 喔有了有了有了 喔直達 OK 這我們只要一位在上面就好了 這邊我們可以幫他保護起來 然後這邊要避免他被雷劈 所以我們可能要之後幫他蓋個屋頂 這周圍棚可以高一點 然後上面插個火把 其實也可以用半磚啦 我沒帶半磚 好這樣呢雷劈下來就會頂到上面 就不會打到村民了 因為那個雷劈其實有一個範圍 只要在附近被電到 就會變女巫 變女巫我們就沒村民了 再來拐個 呃皮匠 皮匠好了 呃他沒什麼用 皮匠沒什麼要換的 走 呃這邊鐵軌 哇這邊要在樓上欸 等等等 這樣的話 我們直接接線上去好了 好 這樣子 GO 有了有了 好啊在這邊不會轉 這邊沒有轉向 等一下我們這邊要幫他加點訊號 上 哎呀走錯邊 好有有有 退回去 退回去 GO 跑得有夠快 走走走 我們要讓他去我們的農田 OK我們第二位村民總算運到了 好 OKOK 這邊之後是希望撐出農夫啦 然後有農夫的話就是可以種田 欸不是你們不要回去 不要回去 走錯邊你們 怎麼還會彈回來啊 這邊會彈回來是不是 再來我們要運送一個屠夫 屠夫在這版本也是沒啥用 我們就 帶船 坐船出去 我還想這邊其實我們坐船會不會比較快啊 剛好旁邊有一道河對不對 我們剛可以沿著這道運河 應該可以到我們要的地方 我好像直接突破盲點了 坐船比較快 只是要讓他到達定點 到達定點這邊還是要讓他上礦車 因為我們現在 只能到這邊啦 這樣我們要怎麼運上去啊 這樣我們要運上去就 有點麻煩 喔這個船會自己滑欸 村民在滑船嗎 自動船 這邊我們希望 可以讓他卡在上面 然後就上礦車 拜託可以 拜託可以 上 至少不要讓他在水下 唉唷喔在上去 好好好 這樣是好事 欸等一下等一下 喔他一個跑到 欸他自己往那邊跑嗎 啊這邊是不是 因為是一個假村莊 所以他似乎會往村莊這邊跑欸 他一個直蟲 但是他停住了 我們還是要載他過去 好 剛好直接上 省了我用礦車了 OK有了有了可以團聚了 那這次運送村民計畫就成功了 兩個都已經安全抵達 接下來我們的鐵軌要收一下 再來是把這邊圍毫 那接下來裡面呢 我們要來耕田 這邊我們要有農夫 但是我就順便種一點馬鈴薯 然後之後呢我們手動給他食物 他們應該就會生小孩了 然後就會無限生 無限生生到爆炸為止 然後希望能刷出很多的圖書管理員 這樣就可以換到我們的修補了 哇好辛苦喔 為了放修補 我們要建立一整個村莊呢 目前好像沒有看過這種人工的村莊 應該說他們也不需要村民 一般玩家有外掛的話 他們跟村民也沒什麼好交易的 反正他們要什麼有什麼 父母也是直接都有 所以我們就是要比較辛苦一點 為了修補啦 我們主要是修補 有修補 還有這個幸運 我有點希望有幸運的稿子 這樣有挖礦 挖鑽石什麼都比較多 然後又換綠寶石又換更快 賺錢更多 然後就一直發大財 這邊先給他們基本的食物 以前蒐集的小麥 應該夠吧 有收走了 然後這邊 都給同一個人 因為由他去施捨給對方的話 比較容易有交易的狀況 這樣子 然後看一下他會不會給對方食物呢 要不要給人家食物 給不給 可是他們動作有點慢 不知道曉得他們 繁衍的那個速度 會不會也是拖慢 他們不太會動耶 這樣我們是應該先把他 就是把他關在比較近的位置啊 先把你帶到你的夥伴這邊 OK 然後你們先就是緊密的 緊密的在一起 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喔喔他跳出去了 欸進去進去 不行我要揍他 進去 OK 好 還好這班的村民好像不會生氣氣 欸他剛有丟食物嗎 我剛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丟食物 快快快你們快冒愛心 這裡可能要一段時間喔 沒這麼快耶 真的要等一段時間 然後加上伺服器會比較lag 所以應該會更慢 好啦這邊我就是先種馬鈴薯 先準備好他們更多的食物再說 他們現在貼得超近 深情對方好久 你們什麼時候才要冒愛心啊 好該不會這伺服器 沒辦法繁衍吧 欸村民的繁衍 不知道好像沒什麼看過耶 因為沒什麼人在養村莊 沒什麼人去村莊去 去繁衍這些村民的 好像沒有耶 糟糕 希望他們有辦法生出來耶 不然我的那個附魔術該怎麼辦 又下雨喔 今天超常下雨的 今天伺服器上一直在下雨 每天都在下 鬼鬼人工村莊試驗第01 這邊我們看一下 到底能不能成功 今天目前看起來都還沒有冒愛心的狀況 我好像還是沒看過村民冒愛心耶 他有在兔兔兔地的村民看過冒愛心嗎 那這個村莊呢我們必須要觀察一段時間 所以我想說呢我在底下挖一個掛網隧道 看一下到底行不行 那大家說規模要大一點 所以我們可能要挖很長很長 然後我們從地底下 我們從地底掛網 我們從地底掛網 OK我們地底的掛網列車已經做好了 這個橫跨兩個chunk吧 距離應該蠻長的 所以應該可以不會被踢出去吧 畢竟我們移動距離其實是會很遠 所以我就這邊掛一下 看到能不能成功啦 好的那我們這一集呢 差不多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希望我們之後村莊能夠復甦成功 然後做出很多新的村民 然後我們要換很多的附魔修補書 好的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會囉 大家掰掰